不確定的建模一般是用所謂的隨機過程 什麼叫機率 機率就是說它是一個隨機變數 如果是指數函數 然後我們知道它的分配長什麼樣子 其他樣子標準差 變數我們去算它 這叫機率 各位統計第一個選這個 那什麼叫統計呢 統計就是說給定隨機的樣本 那到底是不是指數函數分配 如果是的話它的數率是多少 這個叫參數估測 這個叫假設檢定 統計學兩大原則 假設檢定說它到底是指數函數 第二個 如果是指數函數它的數率是多少 叫做參數估測 那什麼叫隨機過程呢 隨機過程就是機率有時間的資訊 我們到第二個禮拜第三給我解釋 這是什麼意思 就像股票一樣 股票每一天都是一個機率 但是今天的股票分別的股價 同價公司會有關係 那我們去研究它長期的行為呢 就叫一個隨機過程 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呢 近幾年有一派的學說 利用最佳化 就考慮它是一個不確定 但是它是一個有界的範圍 叫做強硬的等候線理論 所以我們在第八個禮拜 會介紹這個理論 它基本上就是利用所謂的達山學的 作業就利用最佳化 來經過等候議論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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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